底下好像有100多折回覆 大家都是來自不同科學背景 所以有時候他的回覆我也看不太懂 但是大家就會覺得很好笑 雖然我看不懂,可是總有其他讀者 就是跟他一樣的背景,所以他就會看懂 這裡就有人寫什麼 我是磁鳥,我反鶴 我反鶴 我是神軍,我反射動作 我認識我反鶴電動式 一些其他領域的等 我是牛,我反鶴 反鶴數不要再有下一個複利頁 因為那個反鶴數是複利頁提出來的 然後反氣旋就是反方向 然後那是高氣壓在北半球才有 你看,我不懂這個梗 但是有覺得八個人懂 所以就按讚 然後有很多 然後牛頓反鶴電動力有很多 五十六個讚 然後大家就超有才的 我高師,我還取正 數學梗就不懂 可是有三十四個人懂 然後反正大家都超有才的 就是恢復超多 然後當然也有人會說 這到底是什麼啊,看不懂 可是雖然他看不懂 但是他還是覺得很好笑 所以這就是一種異動 好 好 那另外就是 我們最近為了求生存 就有可能賣一些東西 然後其中一個就是這個馬克杯 好,那馬克杯呢 就是你如果只是講說 愛迪生跟那個特斯拉的故事 然後說他會變顏色這樣 就 就 這是只是球 這不是變化球 這不是我喜歡的 所以我就依照那時候大家很愛做的一種主題 就是左邊是名人 然後右邊是家具 然後就是這樣 有沒有 就是 本來是布什年啊 然後就是我有一個請求 然後今晚驅逐學生的時候 不能有人流血啊 然後後來就有人超展開啊 就是我有一個請求 然後什麼什麼的 那我就用這個粉 然後來宣傳我的馬克杯 那大家就會覺得很好笑 就是說好啊 小編你也很有才 我就買你的馬克杯 所以其實我們馬克杯 就沒什麼宣傳 但是還是蠻多人買 就蠻開心 然後另外一個是比較 嗯 有點冒險的宣傳方式 就是這個 大腸花 那那時候就是 因為學運的時候 就是後來快要尾聲的時候 就有一個就是網路名人 他就辦的就是大腸花 就是 綁太陽花 不過他裡面就是一堆乾膠這樣 那乾膠的是學運 那學運跟我們沒關係啊 可是這個形式就很popular 就是 你知道我們這一群 就是18到34歲的人 就是生活很恐慌 然後呢又沒什麼水準 沒什麼禮貌對不對 然後所以呢我們就是 當我開了科研大腸花之後 下面就超多人就幹膠 然後呢你看 有1000多個讚 然後236個分享 那底下就是他都幹膠自己的實驗 比如說 呃大家都有的 像是 啊那個什麼 昨天有的分享 然後按這樣 然後或者是什麼 啊不要再問我什麼時候畢業了 對然後下面也是 就是超多人 那當然有一些人就會有負評 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一個科學媒體 你怎麼可以做這種不入流的事情 那會覺得很無奈啊 就是 我想要當雞排妹 可是你就覺得我是林志穎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就是 呃我沒有預期說 我要當一個就是 經典的科學媒體 而是我希望的路線是清零 那我被 不預期的民生 就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會忽略他 那當然 我不是只是好玩來做這些事情 雖然是真的很好玩 可是有風險 所以其實 我在網路上操作的行為 其實背後都有一些意思 那以這個例子來講吧 我的 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前面要講說 我希望去吸引的是 理工科背景的學生 好那所以我會用他們語言 然後來講吸引他們來互動的話 所以呢 呃我就覺得說 這件事情可以吸引到他們 那確實也達到這個目的 好那為什麼我要吸引這些人 我等一下會再講 好 然後另外就是 有一些時事 他其實是大事件 那大事件 有些有爭議 有些沒有爭議 好 然後有一些我們科學史的項力 然後有一些史不項力 我是VAH幾個例子 像是之前學運的時候 就是當什麼什麼成為事實 然後什麼什麼就是義務 好那那這句話很紅 然後我就 我就用這句話來推廣 我們地震的那個科普講座 對因為如果 只是像學校一樣 就是做一張海報 然後就說 啊我們現在要來認識地震啊 他就沒有人要來認識地震 好所以我就做了一張羅根的座 他這張是地震雨 因為總要選個名人 可是我不知道地震要選誰 所以我就選地震雨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好了那又是康熙字典體 就會點進去來買單 所以那一場就還蠻多人來 好那這邊要講就是說 其實學運裡面啊 學運對我們社群編輯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科學跟服貌 還有民主運動 其實沒有太多的關係 好那我們就 我們又不能就是很那種 就是一副優伯優敏的樣子 跟大家講說啊 我們現在雖然就是學運跟科學沒關係 可是我們應該要關心一下國內十四 然後就猛貼就是學運相關的文章 我自己是不期望這樣的操作 那原因是因為 這樣子雖然好處是說 你可以在那個大事件時期 吸引到人家來點你的粉絲團 因為你貼出來的訊息是他們關心的 好但是這樣子的缺點就是說 你會讓自己的就是屬性給驗掉 那當而且其實在學運發生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部分的人 他是不關心學運的 他還是喜歡看一些 跟他生活沒關係的科學 那你就假設說 你看你我會預期說 學運大到你十八台轉到Discovery 他也在報學運吧 對這樣就很悶啦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會堅守 就是在科學可以切入的範圍之內 就是跟這個大事件做上一些連結 那如果沒辦法的話 我就不要做連結 那其實最困難的不是你早點進去發揮 而是你要忍住自己不去談這些事情 那時候我就是抽一分 對 因為就是流量很低 因為大家都去關心就是學運的人 好 那後來他們開始就是 就是罷免那個立委的時候 就是要籌劃罷 罷免立委的時候 我終於有個切入的點 那因為那時候叫做 我們用割藍尾計畫 就是那個諧音 就是藍藍 半藍的立委就叫藍尾這樣 好 那我們剛剛有了一篇文章 就是 切除藍尾炎 然後自己動手 那這一篇其實在講說 就是俄羅斯在1961年的時候 有一個藍籍探險隊 然後隊上的醫師 他唯一的醫師喔 可是他們在探險隊的途中 就是他那個藍尾發炎 然後他就想說 怎麼辦 只有我一個醫師 可是他不割他就會死 所以他就自己動手術 對 就是非常猛的一件事情 那剛好就是 那時候就是 有一個什麼 自己的什麼 自己幹嘛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反正我就會學 就是扣上一些梗 那我就寫 自己的藍尾自己切 其實我也沒有違背 就是這一則訊息 再切的東西 那我又買了一些梗在裡面 大家就會叫好 比如說像 你看 越來越糟 不動手會死 所以他下定決心自己開刀 這其實就是 跟那時候時事 還有就是 我們希望吸引到的 這群目標科學 他們的想法是一樣的 所以當我這樣寫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有共鳴 他們就會在底下回顧 那像這個 第一個回顧的朋友 他就有 catch到我們在暗示什麼事情 所以他就說 喔我犯科學 跟得上14喔 然後就126個戰 可是這時候呢 我不能就很得意的說 對阿他要寫來歌藍尾 不行 這樣就暴露了小編的立場 所以我要說 喔沒有喔 這是1961年的事情 這不是14 對 然後我身上還可以 就是保護自己這樣 那這一則就被宣傳很多 對 反正就也太好笑了吧 或者是什麼 呃 有人說對我要歌啊 什麼之類都有 他就觸及了27萬人 喔 對 所以我覺得還蠻意外 哈哈 但反正到現在沒有歌成 不過我至少 吹成這樣 那還有就是 雖然我自己就是 自己 自己個人的立場 不應該在這邊用麥克風講 反正我是 比較支持學運的 那我又不能在半科學上面 就是大大大大地告訴大家說 我自己 自己的立場 所以我就做一些比較硬的事 比如說我就把這個 Facebook的封面 就是那個最上面有痕的那一塊 就變成太陽花 好 那 但我這裡面也沒有講說 就是什麼 呃 祝太陽花順利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我還是推我們站上這個文章 叫做這個是黃金比例 然後他在講的就是這個 黃金螺旋 那因為太陽花裡面有這個黃金螺旋 它其實是 呃 數學跟科學的範疇嘛 所以我就 用我這張圖 我找到來推這一則 那底下就會有人 就會看到太陽花就會按讚啊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我要討好這些人 那我又沒有就是 很 明確的主張我自己是什麼時候 對 不過他們就是看到就會開心 好 那還有一些方式 比如說 我們在3月29號的時候辦一種活動 然後呢 呃 好在林飛板他們可能知道說 我不可以跟辦科學衝起 不然他們在那個 凱達格蘭大道上面會沒有人 沒有啊 這我自己家 來他們就是3月30號 他們就改3月30號上街 好那時候我就超緊張 我想說你如果挑29號那我怎麼辦 我們就改去凱達格蘭大道辦活動算 然後那時候就是 呃 我剛才做的是比較明顯的事情 那像現在 我要介紹的是一些比較小細節 可能小細節反而會被人家注意到 比如說這是我們一開始的文宣 就是3月初的時候 那時候學運還沒有發生 然後後來就是學運發生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那個 有一天他們就衝進了行政院 然後有人的筆就不見了 所以呢 隔一天之後 我就讓這隻貓拿了一個筆 那 我不講這是筆 可能沒有人會知道 可能那個時候他一看這個 然後就聯想說是筆 對 好然後後來就是這件事情就過了 然後我就把它變成太陽花 然後所以他們就一直拿到3月30號 那另外就是 有一些文字上面的編排 也可以就是切入 像我剛才有提到那個 就是自己的欄尾自己切嘛 然後像這個就是 分享一場利大於弊的科學活動 對 然後如果你看報才知道 就來不及了 人家一看到這個就知道說 你的案子哪些事情 那他們就會覺得很好笑 然後就在下面就是跟你互動 比如說什麼 他就會學那個 政論節目上面啊 就會說什麼 你說利大於弊 就利大於弊嗎 什麼之類的 那他在下面互動 雖然是垃圾話 可能就像我說的 就是這間這個 這間則訊息 就會被Facebook的判定為重要 然後讓更多人看到 那就會達到我宣傳的領域 好 那在學運之前其實 類似的操作也有 比如說像去年我們出一本書 叫不老殘科學 那出書難免就要握手簽名會啊 之類的 可是如果沒有人來握手簽名就很窮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緊張要怎麼宣傳 那時候剛好就是十一月底的時候 有那個反同志大流行 然後那時候就有出現一些風波 比如說什麼 他們說是為了下一代啊 然後什麼 去參加的人可以領支援服務使數啊 之類的 那我就把那個風 號召大家一起來參加 就是我們的簽書會 然後我就說 不用為了下一代也可以來參加 然後就說 活動說明裡面有寫 本廠不提供支援服務使數 然後那時候還有說就是他們遊行其實有包車一起來 那我就說什麼 我們這個要自行搭車前晚啊 然後我們沒有鑽車接送 好 那像這樣的操作就是說 我們的這一群讀者 就像剛才學運跟這個就是同志議題 我知道我們的讀者比較多是支持或是反對 那我就會在設計上面就是比如說去嘲諷或去支持 就是他們的立場這樣 好那他們就會買單 那這些呢就是操作上面要有點小心 也就是說 你其實有兩種方式啊 你也可以就是很明確的跟大家講說 我們就是支持 像環織應該就有去那個學運嘛對不對 對啊 然後像環織在庫數還有就是板上面 就是立場非常的明確 好那像我的話我自己會選擇就是 用那種比較迂迴然後曖昧的方式來明顯 好那像我剛才舉的這兩個例子 是有明顯的立場 那不過下一個例子就比較沒有明顯的立場 這個是就是 楊思邦醫師 他就是反核醫師 那因為前陣子就是大家都開始反核 所以其實反核議題又開始在往後上延燒 好那其實核能議題在半科學一直很難操作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讀者大概五五波 一半的讀者會認為說 呃從科學的角度來看 你很難反核 那那個工程的角度來看 他又好像又很安全 好所以你很難就是切入說 啊我不管怎麼樣 反正我意識形態上就是反核 好但是另外一派讀者呢又覺得說 不管你講的在安全我還是反核 所以其實這樣五五波的方式 我就很難操作這個議題 可是我會覺得說這個議題應該是 大家應該要認真去思考 然後其實兩邊都可以提出立場 來討論的一個議題 好那那時候我的操作就會變成是 假設像之前大家在網路上 以就是楊思邦的演講的錄影 在提他們的反核立場的時候 那我就會就是用他過去有一篇文 就是我們過去的一篇文章在談說 楊思邦的那一場演講中有哪一些錯誤的點 好那這一個文章貼出來之後 這樣我就可以平衡網路上有的這個氛圍 我會盡量就是以平衡的方式 那我既然今天貼了一個反核的那個 可能永核就會被解讀成永核立場 雖然我們真的不是永核或是反核 好那既然這樣被解讀我下一篇 我就會變成是就是相反的立場 那我這樣穿插之後大家才會覺得說 你是一個中立人 那你也可以戒指就是 因為其實是這樣 Facebook他在刷那個 讀者群的時候其實很快 比我想到這麼快 我以前會想說我今天永核 我可能就是假設我今天站上永核的人比較多 那我可能要連續貼反核的文章很久 才會把這個讀者全部都洗一輪 就變成另外一個立場 但其實後來就是懸孕之後我發現 就是你你洗了的話 你只要用兩折 然後那個讀者的風向就會轉 對所以其實我會變得非常謹慎 就是盡量平衡 不要讓說這群讀者流失了 對因為我不希望說為了某一個 其實很就是五五波的那個議題去得罪了大部分的讀者 對所以其實有些議題上面操作我們就會小心一點